今次關理差事就來到珠海 上次講完港車不上的申請方法之後 今次就講講香港和澳門的電動車 在珠海究竟哪裡可以找到充電樁 眾所周知其實平日隨便打開地圖 都會見到有很多充電站 不過珠海大部份的充電站都是行國標的 適用於香港電動車的歐錶充電樁 就真的少之有少了 接下來如果不想買一個歐錶快充轉載 就要留意下我們接下來所講的珠海充電秘級 第一個要介紹的充電站 就是位於橫琴的珠海橫琴供電局的充電站 這個充電站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有12支歐錶充電樁 距離市中心大概是20分鐘左右的車程 這個充電站最高的充電功率 是可以達到40kW 這裡算是珠海最好的歐錶充電配套之一 第二個要介紹的充電站 就在橫琴旁到Tesla V3超級充電站 這個充電站其實只有Tesla車才可以使用 現在暫時有一支歐錶CCS充電樁 但是它是V3超充電 充電功率最高可以達到250kW 現在的歐錶充電暫時是不用錢的 不過入車的時候就要留意了 泊車位上面是有地鎖的 用的時候要用微信小程序解除地鎖先 橫琴旁都Tesla V3超級充電站 除了充電又快又免費之外 旁都廣場本身也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旅遊景點 號稱投入了超過25億人民幣打造 廣場建築是歐洲古典風格 是一個集娛樂、購物、飲食、藝術展覽於一身的旅遊景點 既然都來到充電了 就不妨去打卡和參觀一下吧 回到珠海市租心要介紹的 就是位於前山環宇城裡的三個充電站 這裡分別有Tesla超級充電站 Tesla目的地充電站 以及環宇城本身的中速充電站 三個充電站各有特色 可以滿足不同車主的需要 Tesla V3超級充電站 總共有三支歐錶充電裝 跟橫琴旁都的Tesla V3超充電站一樣 只有Tesla車才可以使用 充電功率最高可以達到250kW 不過充電價錢都暫時免費 使用之前都要用微信小程序 解除地鎖先 而Tesla目的地充電站 總共有三支AC中充電 充電功率最高可以達到11kW 提供免費充電 同樣只有Tesla車才可以使用 但是就要留意 這三支AC中充電都行國標 所以使用的時候 就要自行準備國標的充電轉插 而不是開Tesla 或者假日來到不想排隊的朋友 可以到環宇城B3樓的中速充電站 有足足十多支中充電 充電功率最高可以達到7kW 充電價錢就是人民幣1.351度電 跟上面的Tesla目的地充電站一樣 都是行國標的 那就要自行準備國標的充電轉插 環宇城是珠海其中一個最大的商場 裡面有購物中心、五星級酒店、寫字樓 以及各種高端娛樂和看樂設施 附近還有大片、綠色圓林 以及奔光公園 來到環宇城就不單止是充電 無論如何都要在附近逛逛逛 買東西、吃飯、看著戲 最後要介紹的是 位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 地下停車場裡面的充電站 裡面暫時看到 總共有兩支DC歐錶的充電裝 充電功率最高可以達到60kW 這個珠海口岸充電站的重要性 相信就不用多說了 臨回香港之前 怕不夠電過橋 都可以過來擦一擦 然後繼續之後的行程 來到最後 接下來的kw可能會在珠海和深圳 輕建超過650kW的歐錶充電站 到時充電和付費都可以在kw程程式完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哪些深水地點 想我們興建超中站呢 最後最後 其實珠海還有其他外觀的充電站 例如是泰坦科技園、橫琴厚岸 南平華發雙刀等等 如果你都想知道其他外觀充電站的位置 就要記得下載kw程式 以及訂閱KW YouTube頻道 今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